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神章和郭靖彤在這裏 大家在這裏 今天我們就要說群妖一拋青袋 接下來的行動就陸續有來 請大家放心 今天很多群妖 紛紛被捕 走路 坐牢的消息 真的一天 無緣無故有很多 我們一定要逐單 逐單說 我們要在這裏分別讀一讀有什麼被捕 坐牢 走路人士 分別有黃之鋒 周庭林朗彥 亦都被判處刑期 還有許智峰疑似走路去丹麥 還有這個煽動很多小孩走出來的方仲賢 浸大學生會處理會長 這個人今天亦都被警方控告 還有就是譚德志成功爭取到 在國安法的法庭審判他 最後就是黎智英將會在今天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的體堂 將會被控告這個村謀詐騙罪 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和我們facebook專頁 開心的消息實在太多了 一時間都接受不來 我們由第一單講起 先由黃之鋒 周庭和林朗彥被判監的這件事 黃之鋒 周庭和林朗彥這三個 在昨天被壓上法庭 聽後這個判決 一早已經有百多二百人 在法庭外支持他 場面也挺浩大 還有那些人 拿了旗幟和錶宇 又穿在手機燈上 來向他加油歡呼 不過都沒用 看回的就是 黃之鋒和林朗彥 精神狀態都算不錯 尤其黃之鋒都不是第一次坐牢 所以 他之前寫過封信說他自己有多辛苦 我也不太想 期間這兩個人 還向法庭的公眾席 點頭 四處看 公眾席 多數都是他們的支持者 反觀周庭不同 周庭 整個樣子簡直是落形 不知道就以為拍鬼片 而且 他扎著頭髮 眼袋 好像幾天沒有睡覺 黃之鋒和林朗彥 直接有刑到 連申請上訴期間的保釋 都不申請 反觀周庭 他有申請上訴保釋 不過當然 局官是沒有批 法庭開審了 我們聽聽官怎麼說 局官就說到 這三個人搞事期間 曾經高峰期 有9000人參加 除了阻塞交通之外 他們為警總 當時警方未能夠回應 60多宗市民 的求助 因為全部被他塞住了 這位裁判官 黃官還說到 這三個人 根本是剝奪了市民 求助999的機會 還有狠斥黃之鋒 是非常自私的人 黃官就說 幸好這次 他們包圍警總 沒有人受傷 也沒有嚴重衝突 但是 黃之鋒明知有這些風險 他依然什麼都不理 其實他就是想達到這樣的效果 分分鐘是 看看 其實黃之鋒和林朗健 這麼鎮定 反而周庭就好像 什麼都不知道 甚至乎沒有想過自己會坐牢 不過周庭是跑不掉的 黃官都說 周庭 在事發現場 逗留了15個小時 而且 亦都有人拍到他 是積極參與的 既然有人拍到你們積極參與 所以黃官這次 的判決非常之好 分別判了黃之鋒 入獄 13個半月 林朗健就入獄7個月 周庭就入獄10個月 林朗健和黃之鋒 被判監之後 黃之鋒 在進入機樓室之前 向公眾席大喊 我知好難捱 撐住 這樣說 林朗健就大聲喊 絕不後悔 大家都看到他的行為就很有型 當然他們不有型也不行 因為國庭上 有200多個支持者看著 更何況 黃之鋒這些人 就算進入獄 他的眾籌戶口依然運作 可以說是轉過辦公室 對於他來說 但是周庭就不是了 周庭在他們說這些有型的說話的時候 竟然什麼都沒有說 反而是忍不住 當場痛哭 我們不知道 周庭痛哭的效果 會不會等同黃之鋒 叫這些口號的效果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們可能是角色不同 周庭從來都是賣慘的 而黃之鋒 由於他是一個這麼醜的河童 他不能賣慘的 他唯有銷售硬朗 另一個肥仔林俊賢 更加不能不銷售硬朗 否則都沒有東西好銷售 有人就說到 周庭這麼可憐 哭了口 竟然我聽到有些人 開始同情他 大家就不要那麼快同情他 你也要知道他做了什麼 他專門打這條戰線 因為他的樣子 就楚楚可憐 加上他年紀輕 其實 很容易被他誤導 我相信很多黃絲 都是因為這樣 就很支持他 也有很多外國的政要 看中他這一點 都想在他身上 尋求合作 其實周庭做過的什麼 相信 這個節目都說不完 但是他被判十個月 我們私人的意見 以他做過的事 就算被判十年都不為過 不要說十個月 還有值得一提 他國安法的那件事 都暫時 還是調查當中 暫時不知道 他涉及的案件 是有幾嚴重的 這宗 十個月的監禁 只是第一宗 你說如果 審審下的話 他臨到就來 出來 最後那一兩個月 突然要加監幾年 真是 心情已經崩潰了 沒錯 到時我不知道 他除了痛哭 還可以做些什麼 可能當場尖叫 或者當場情緒失控 是不是 有很多演技 所以你說 他在痛哭 我們自己的新潮民 就不是很相信 來自於真心 當然也有可能 就是他第一次坐牢 他情緒失控 但是綜合我們自己的看法 就是 這個人是活該的 其實還有一群正常人 在這個法庭外面 當聽到他們被判監的時候 都在外面慶祝 不過為數就不多 反而的就是 他們被籌車押走的時間 有一大群 他們這些好像中毒的黃絲 粉絲 就在外面 簡直 好像追明星 又拿了手機 照來照去 又在不斷大喊 甚至乎有些人 追著車狂奔 我們也看到有些其次 很多就是 他們那些前學民思潮的成員 我相信 最瘋狂的那群就是這群人 我們先說下一件事 下一件事就是 許智峰疑似走路 為什麼我們這樣說呢 話說有個消息 是來自於 丹麥那邊 丹麥有一個國會議員 聽聞他就是 丹麥反對派的國會議員 他又在Twitter發了一篇文 亦都受到當地傳媒的報導 報導說到 許智峰身處丹麥機場 而且那篇報導 亦都說到 許智峰加入了 北京的黑名單 就怕今次 許智峰訪問丹麥的行程 會影響中國 和丹麥的關係 而且指導 該名發帖的反對派國會議員 還支持許智峰 入來丹麥 甚至乎 亦都保證 許智峰的安全 我相信 那篇報導的傳媒 應該就是丹麥的獨國日報 不論怎樣都好 現在許智峰 肯定是一件事 就是在丹麥的 經過查證之後 其實他在 11月30日 即是星期一 已經啟程前往丹麥 但很多人就會問 他明明背著幾宗案在身 為什麼還可以丹麥呢 但其實法庭一早就判了 是可以 因為公務的原因 而離開香港 但是 就需要和法庭申請 他的離開不多於72小時 還要向法庭 申報他的行程 許智峰也有作出一些回應 許智峰就說 今次我去丹麥 就是參加一些 氣候轉變的問題 的議案 而且 去丹麥的時候 由於申請了 他不需要有 14天的隔離 所以能夠在72小時之內 就回到香港 雖然這樣說 但他的酒佬意味 很濃 我們就看看有什麼味道 首先 據指 許智峰父母妻子 和他兩名年幼兒女 其實就在昨天的傍晚 已經離開了香港 暫時就不知道目的地 和為什麼他們要離開 還有 他一些所謂的戰友 也都分分鐘 在這個社交平台 發了一些貼 好像 就是祝福 和戰行 許智峰 首先 林卓廷 就在Facebook說 他說 他就說到 兄弟 去留 肝膽 兩崑崙 這句這樣的說話 什麼意思 祝福他的戰友 許智峰 彷彿好像來生再見 好像以後不會再回來的 然後 還有這個 陶謹申 陶謹申聽名字 大家都知道 和走路很有關係 他就在Facebook 貼上這首歌曲 夜姬的歌詞 沒理由這些東西那麼巧 是不是 許智峰那邊走 他們就貼這些東西 這首夜姬 那些歌詞 我還可以讀幾句給大家聽 歌詞有一段就是 今天起的每晚 你要珍惜歲月 不必感嘆 情願話累 某日再返 哇 這些東西很有遐想 許智峰是不是真的 那麼順灘72小時後回來 其實許智峰 如果真的走路都不奇怪 因為許智峰曾經說過 自從他被捕之後 他的家人承受很大壓力 他説到他老婆一聽到 禁門鐘的聲音 都會很害怕 很害怕自己的老公又被人拘捕 又説到他的子女 在電視機看到 他被捕的新聞 就經常問爸爸 究竟是不是要坐牢 但許智峰又說到 他自己可能 都會再參選 不過參選入不入閘 就聽天由命 所以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 混鬧市庭 所以才這樣說 也不知道 他是否因為 可能觸犯了國安法 而他自己 也深知這件事 而選擇走路 因為就這樣看 其實許智峰的罪名 雖則負了幾單 但都不是很嚴重 無需要走路 但其實他這次走到 就是因為很大可能 他仍是一個立法會議員 雖然他總辭了 但正式生效的日子又未到 所以法庭都基於 許智峰 可能 要去到外地 接受公務 所以就沒有限制出境 許智峰究竟是否真的走路 接下來 很快就會知道 因為他72小時之內 就一定要回來 所以我們繼續 跟進一下這件事 我們講一下下一單 接下來要講的 就是浸大學三會的處理會長 方俊賢 他憑著10支雷射筆 在今日的群妖榜榜榜上有名 還爭取到排行第3 方俊賢在昨天早上 就被這個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去到沙田九吐山的豪宅 那裡拘捕他 方俊賢除了他有九吐山的豪宅之外 據聞他有另一個名下的豪宅 還有他跟他媽媽 名下有兩家全新的波子 咦 我有移民 方俊賢很年輕 是的 那究竟是他賺到錢 還是我們家本身有錢 這層我就不知道 不過據聞他的十支雷射筆 應該是跟這些錢財有關 事源在去年8月6日 晚上7點 有幾名幽班的警員 經過深水埗鴨寮街 見到一個刑跡可疑的男人 這個男人就在街邊的坦蕩詢問及 購買大批的雷射裝置 平常人買這些雷射裝置 怎會買這麼大批 肯定有古怪 而且去年這個時間發生什麼事大家都很清楚 有很多非法示威 而且在那些示威的現場 亦有很多人用這些雷射筆 去照射警察的眼睛 幾鬼衰 基於這樣的情況下 幾名幽班的警察就向他表明身份 以及要截查他 方仲賢 不知道是不是身有屎 還擔住屎屎立刻逃走 他擔住屎屎走下走下走得很開心 但是怎知道被警察追過來制服了 還在他身上搜出10支雷射裝置 而這10支雷射裝置 全部都是高供率的 根據這個國際電工委員會的標準 這批雷射裝置 是屬於第4級的雷射產品 主要是用作軍事和工業用途 只不過就在鴨寮街有得賣 因為他都跟工業有關 而這名身有屎見到警察立即逃跑 而且逃跑不成功的 仰衰男子 還向警察表示 他這些雷射裝置全部都是用來觀星用的 但是他自己又對他自己藏有那麼大批的裝置 就解釋不了 沒有一個合理的辯解 所以 警察就以涉嫌 在公眾地方 管有攻擊性的工具 將他拘捕了 但是這個仰衰的男子是非常狡猾 在拘捕他的期間 他就說要看醫生 我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為擔任舊屎近親 在警方安排他去看醫生的途中 就已經跟這位人士說清楚 他手機將會用作證物 要求被捕人停止使用他的手機 但是這位被捕人就狡猾到在接受治療的期間 暗地裡將他自己手機的所有東西洗掉 所以 警方有理由相信 被捕人使用手機內的資料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為了刪除和案件有關的證據 因為這個方仲賢 除了買這些物品之外 他買這麼大批 肯定不會自己一個用 而且他本身 在學生會那裡 也有煽動其他學生出來搞事 他自己也知道 這些訊息是不被人看的 所以正正因為他這個舉動 現在警方 完成調查之後 就諮詢律政司的意見 就決定加控他一條控罪 連同之前兩條控罪 他將會面臨三個控罪 第一個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的工具 第二個就是抗拒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第三個就是妨礙司法公正 現在警方就落案控告方仲賢 而這個案件將會在12月8日提堂 昨天就有這麼多開心的事情出現了 我們大家都不要讓他停了 今天 就先有 10點 就在這個區域法院那裡 譚德智 就著他這個煽動文字的罪名 就開始審 其實他身上揹了很多單 他身上就有三件案件 三件案件分為14宗罪名 逐單逐單跟他計 這些罪名包括他現在要審的煽動文字罪 召集人家非法集結 顛覆國家政權 以及擾亂公眾秩序 今天這個審理的特別之處就是 之前區域法院 高徑修決定了 要交由這個 國安法的法官 陳廣池來審 當然 控辯雙方在爭 辯方 就派出這個資深大律師的戴濟師 就說之前一直都不是的 為什麼現在 可以這樣轉去 國安法的法官來審 不合理 但是 高徑修的理由就是 這些事情 會有潛在的穴權問題 怕 將來就要 費多重工夫 要做司法覆核 所以 就交由 國安法的法官 陳廣池來審 今天10點 就開始了 大家如果沒得到場 我就在心裡默默祝福他 那另外 今天又有另一宗大事 就是這個 西九龍的裁判法官 審誰呢 審黎智英 黎智英 連同 他幾位 蘋果壹傳媒的高層 就今天就著這個串謀詐騙 來到去開庭 我們今年的年中8月10號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溺溺在目的了 就是200位警察一同 大軍壓警去他們的壹傳媒大樓裏面 封了幾層樓 以及一箱箱的證物 數了幾十箱的證物 就一車一車的運走 還帶了默智英去他的遊艇會 去搜證 當日他就以這個 50萬的 保釋金來保釋了自己出來 但是走不了 當然很多人 懷疑過他嘗試過走 但是走不了 然後他還說 沒事的 我一定跟大家留守到最後 他現在還經常跟那些人 玩視像會議 對呀 還去做學人做KOL 說起當日8月10號抓了什麼人 其實除了黎智英之外 還有他兩個兒子 還有四名 壹傳媒的高層 今天 審的人裏面 其中一個 串謀詐騙裏面 還有一個 我覺得要開開名 為什麼 大家都很痛恨 蘋果壹傳媒 他經常做這個動新聞來塗毒別人思想 以為自己一彎都可以咬直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動畫部的主管 總經理 叫做吳達光 他這個粉審 黎智英自己 除了傳謀詐騙之外 還有很多事 勾結外國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現在審議傳謀詐騙 和煽動罪 慢慢跟他計 總之 高潮一浪接一浪 希望 今後的日子 不要讓他停 很多人擔心黎智英會不會罪有應得 但其實大家 要給一點點耐性 再看久一點 因為黎智英 他自己始終財雄世大 有很多的法律團體 會去幫他辯護 當然 就不會像坊間一些魚貓蝦貓 那麼容易入到罪 我相信大家要看久一點 譚德智 基本上我就覺得他玩完 因為他自己什麼罪行 都是多 他是拍得住黎智英那麼多罪行 但是他跟別人的身家比較差很遠 加上 譚德智衝得很前 黎智英是很聰明的 就看回他跟所謂的外國元首 開的視像會議 從來 就等別人來講 他自己沒有說過 所以 他在視像會議 就不會觸犯國安法 這個也是黎智英典型的特徵 他爭辯 但是已經犯了勾結外國勢力罪 沒錯 我相信這班人就走不掉 好像今天 突然之間有那麼多人 一青袋 大家都想不到 可以在這裡告訴大家 其實這些行動 一定是陸續有來的 我們香港走到今時今日 都叫做 看到一些曉光 雖然 接下來還有很多挑戰 但起碼 我們是有個希望 我們希望 盡快香港能夠撥亂反正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臨結束之前 記得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facebook專頁 我們在這裏說聲 拜拜